看一则企业动态 不少患上肾病的病人因为无法承担昂贵的洗肾费用而感到彷徨无助 为了帮助更多肾病患者 阿华白咖啡今天正式移交了模拟支票 给佛教慈祭基金会医疗洗肾中心 好让即将在明年初在冰床开幕的佛教慈祭基金会医疗洗肾中心 能够再添购洗肾一切 让更多病人享有免费的洗肾服务 阿华白咖啡执行董事施传宝今天代表该公司道径思宣 将捐助给佛教慈祭基金会医疗洗肾中心的模拟支票 正式移交给慈祭中心的负责人 施传宝表示阿华白咖啡捐献了两台总值11万令吉的洗肾仪器 给即将在冰城开幕的佛教慈祭基金会医疗洗肾中心 希望能够通过这项捐款帮助更多贫困的病人 让他们可以获得完全免费的洗肾疗程 施传宝也表示阿华白咖啡自推出以来 便热心公益和宣扬道德 希望人人都能体现美德 让社会变得更为美好 另一方面 志工许慈勇也代表慈祭洗肾中心 感谢阿华白咖啡的慈善捐赠 他也表示慈祭基金的经济来源依靠社会大众热心人士的捐献 他们在取之以社会 然后还会想到回馈社会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秉得 所以希望它可以影响到更多的公司机构 也一起来伸出软手 来帮忙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 许慈勇也透露 建设在槟城的佛教慈祭基金会医疗洗肾中心 预计将会在明年初正式开幕 有关医疗中心能够为大约600名贫困病人提供免费的洗肾服务 NTV7采访报道 香港苏富比将在10月拍卖一系列中国瓷器和工艺品 而众多拍卖品当中受瞩目的是